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如果就線上學習的角度來看 其實除了摩克斯 還有沒有別的 有 超級多 現在能夠線上學習的真的很多 包括怎麼樣 包括這個 最近在台灣有不少人在上面開課 這個就跟大學課程沒有關係 請問老師這個要怎麼唸 這個用意要唸 無知的意 要用台語才會唸 好好 還不是好好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現在開課已經很不一樣喔 像這個網站我就還蠻鼓勵老師可以看一下 你們看一下這裡 在下面這邊 其實直接打網址也可以來 好好嘛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好學校 所以現在開課越來越多元 如果你想要上什麼課 萬一沒有的 可以來這裡許願 對不對 也很特殊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開課了 但是我不知道學生在哪裡 我們大家都聽過募資平台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課程可以募資 也很不一樣啊 所以如果你想要開某些課程 我就來這裡募資一下 那你要募資跟我們現在一般的募資一樣 要不要先給人家一些demo也好 或是一些基本資訊 有 你可能先做一週兩週 兩段的課程 人家看了覺得有興趣 就會來你這邊 這樣你了解了齁 而且這個上面其實蠻多的喔 你看喔 請問這個價格是由誰訂 當然是你自己訂啊 你喜歡訂多少就多少錢啊 只是當然這個平台會有抽成啦 會有抽成 他原則上是五成啦 抽五成 欸 是啦 好像是六四 但是那個四是指 已經扣掉所有那些費用之後的四 所以其實大概跟五五差不多 跟我們一般在外面開課的那個情景差不多 所以這也是很不一樣的募資的方式 募資的方式喔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最後剩下幾分鐘的時間 請問大家對我們今天分享的兩個主題 一個是什麼 OneNote的這個地方對不對 OneNote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OK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摩克斯的經營 其實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現在老師 事實上平常就有機會面對到 不一定一定要用 但是您可能就有機會面對到的 包括摩克斯也好 或者是這樣的翻轉學習 可能以後系統再更厲害一點 也許又可以做到更多 就可以做到更多 那這樣我們的學習的方式 就會有更多種途徑 好那我們今天可能我就先 如果老師都沒有問題 我就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